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早晨节目 刚刚开节目了 晚了就开始了 不好意思 因为非常抱歉 没有特别的原因 我出去跑步 今天登高 有课金了 有100元早课早享受 有智慧 有100元小课为敬 有礼数 厉害 厉害 大家好 大家在车窝给一些反应 看看看不看到 听不听到 大家就给一些反应 今天只有我一个 阿飞又请假 又 又请假 今天就说什么呢 今天先说一个词汇 这个是大陆很流行的一个词汇 这个词汇是难以理解的 那个词叫做反向消费 什么叫反向消费 我看这四个字 一头无水 消费是正向的 对不对 如果消费的行为就是我给钱买东西 那反向是什么意思呢 反向就是我收钱买东西 就是那些是述式反转的 这些是述式反转的那一类 如果你的述式正向 你的述式顺转的时候是卖东西 那你述式反转的时候 就变成卖东西 反向消费是否就是说卖东西给人呢 他就不想是 他又说反向消费是什么意思呢 反向消费呢 其实这个意思就是理性消费 其实反向消费其实就是 就是 就是狂的 如果你去旅行 反向消费旅游 就是狂的 狂就狂了 这是大陆近来兴起的词语 那对比起什么呢 其实这些词汇是不可解的 你反向 反向你一定有个正向的 那正向消费是什么呢 或者就是信 或者叫做信时针消费是什么东西 但是他的意思就是说有别于 就是他们用词的意思 有别于过去追求名牌 来老货 那些就叫做冲动消费 那现在呢 就是会选择一些便宜漂亮正 还有支持本地商品 其实这个最主要就是开关复尝之后的现象 因为复尝这个字很怪 因为变幻才是永恒 什么为之常态呢 大家留意来就在 瘟疫前 那个时刻就为之常态 那在消费市场或者旅游市场上面 他们的意思就是说 专做大陆人生意 大陆人什么都买 大陆人什么都买多 大堆头 买LV又堆了一座山 买饺子又把饺子堆了一座山 买饺头又把饺头堆了一座山 买吃的包 和用的包全部堆了一座山 他就开心了 这个就是 以前就是为之冲动消费 现在就认为新一代 其实不是新不新一代 其实就是开关復尝之后 现在出来买东西的 无论国内消费也好 出国消费也好 都是越来越省 提倡可持续消费 注重物品本身价值 归纳出衣食行 这三方面 都是这样的 其实就是 就是穷了 那么 譬如他们怎么说呢? 譬如说在买衣方面 怎么可以看到他们是 反向消费 和注重 注重品质呢? 注重品质的体验在哪里呢? 有篇文章这样说的 有报导也这样说的 就说现在的年轻人 主要去 就是奥特莱斯消费 奥特莱斯 奥特莱斯是什么呢? 屌尸是欧力消费 他欧力说的 不能以深度消费 欧力就是 欧力就是买便宜的东西 欧力就是买断马货 欧力就是一样买名牌 欧力买名牌 只不过是买断马的名牌 或者是担货名牌 那些 你到底是什么呢? 当然 接着他说 欧力在杭州 我去欧力 还要去欧力 只不过都不是LV那些 欧力的欧力 杭州的那些 这些是中价货品欧力 中低价货品欧力 说Like 打出5.5折 店内折扣商品被抢购一空 大家就认为 这个跟以前的消费模式很不一样 以前是不是见到这么便宜 你看我不理 什么意思? 打折就丢了你? 你什么意思? 什么叫打折? 你说什么打? 你现在就是说折兽吗? 你又折兽啊 我大爷你要买东西 你放个折兽在我面前 折腹折兽 以前就是这样的 他就说 接着现在就说 另外他就说 就是饮食方面 那些 原本呢 是过去服务长者为主的社区食堂 现在竟然 就多了网红来打卡 说那些社区 我屌你了 现在大陆那些社区食堂 那些社区食堂是服务的老人家的 很多年轻人就说 这里又便宜又抵折的 干净又卫生 然后就说吊打很多外卖店 然后就很多人去那些 这些所谓的支持小店 其实就是那些服务 服务长者的食堂 你知道什么叫服务长者的食堂吗? 香港来说 香港来说 就是你去吃食堂 就是你去做饮食节目 你做饮食节目 你做饮食节目 然后就去饮食节目 然后就去试食堂那些地方 你知道试食堂是什么地方? 试食堂就是那些厨余 那些收集厨余 然后用来招呼那些老宿者 但是有个地方吃东西 你走上去就可以吃了 好像要登记还是没去过 然后就 你想象一下有个网红 有个网红 薇辣那些 薇辣那些霍哥那些 然后就带你吃好西 走进去试食堂那些 或者去食物银行 哈哈哈 去食物银行打卡 拍开箱片 开饭盒 比两送饭开箱 接着说 服务长者的社区食堂网红化 连有一集我都说了 其中一个反向消费就是 商家也留意到 开始供一些便宜的市场 因为地摊经济 因为路边摊小食 于是那些大集团 包括海底摊 海底摊就去做那些 那些 路边摊 那些路边摊饭 那些东西 接着就 那些路边摊饭 那些 连海底摊也去开 这些 这些就是反向消费 这个《中国日报》 《中国日报》 有一篇观天下的专栏 写了一篇文章 叫做《年轻人开始反向消费》 表示相对于过去大手大脚 容易受网上购物折等营销套路影响的 野盲消费 就开始就消散了 消费者开始意识到存钱的重要性 不再单纯为贵 就是好 在追求品质的同时 也注重 刚需 刚需 刚性需求 实用性和性价比 而且假期也不出国旅游 而选择在国内消费 不是很多人都出国旅游 窮游 不过香港你不当出国 这样就说 官媒的《中国日报》的文章 就说反向消费并非不消费 而是在经历各种消费营销后 开始回归理性消费 如改买减价 或二手货品 善用共享服务 以租代买 不买进口货等等 这样 这个形容是一个好的文化 这个我想讨论的就是这一点 我想讨论的就是这一点 就是因为官方对于这种状况 是给予肯定的 而我觉得 就是近段时间做节目 大家知道我不是很敢批评这个 中国国家的主旋律 国家主旋律 很多一些叫做 譬如 对于官场 对于军队 做了很多整顿 譬如是反奢华 反浪费那些 反奢华反浪费那些举动 譬如是捉得很厉害 譬如如果你有官的身份 你有一个官员的身份 又或者你是军方的身份 即解放军的身份 那你出外吃饭 用膳有一个严格的规定 你不可以多吃个多少钱的东西 你的菜式不可以怎么豪华 这些是 这些一直都会做 譬如之前也有一些反浪费的风潮 譬如大家都记得 有一宗东西 就有那些选受节目 还是有游戏节目 就鼓励选受节目的应该 选受节目就鼓励人去买奶 奶有概念 接着要来投票 要来投票 要来投票 接着就 接着就 不只是拿个盐 倒了奶 接着就严厉打击 国家 国家严厉打击 这种行为就要杜绝了 因为这是一种 这种浪费食物的一种行为 那个倒赖事件 好了 就要划分几头去理解 有时候我们要知道 我们去 杜绝一个问题 一些状况的时候 他那个表和女是什么 你说官员 奢华 你反对的到底是奢华 还是贪腐 你要搞清楚 官员和军方 不能够接受这些豪华宴请 核心不是在于奢华的饮宴有问题 不是说奢华的饭宴有问题 喂有时你 就是如果 你一个人 他 家财亿万 那么他吃得太清淡 也就是不尊重自己的事业 也不尊重自己的身份 有时可以清淡 你没必要强制清淡 官员不可以接受太过奢华的 宴会的宴请 核心的问题 是贪腐的问题 是贪污的问题 你要整顿的是贪污 而不能够 因为 你要搞清楚你需要针对的贪污问题 而不是 豪华奢侈的问题 这个世界总有些人是应该豪华奢侈的 对吧 但是 你的掃蕩就好像令到豪华奢侈变成了一个问题 好了 譬如像倒奶的事件 那当然是一个很恶劣的状况 你当然是不能够鼓励浪费 但是你不鼓励浪费你不能够不鼓励消费 就是鼓励浪费 你不能够因为不想浪费 于是否就否定消费 好了 现在那个状况就是 现在那个状况就是 其实根本就是 那个状况就是整个经济的结构出了问题 那你现在经济差就当然了 那你资产市场 那个表现很差 房产就冰白如山倒 是不是 碧桂园刚刚上个星期五 又已经违约了 那你知不知道 恒大之后一个碧桂园 还有其他的火烧连环船 不知怎样收费 接着年轻人 他们工资低 接着之后出路窄 就业成为很大的问题 现在说中国大陆 不是说香港 其实香港也是 但是中国大陆就严重一点 好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 那当然是反向消费 没有钱的 好了 这个是一个 这个是一个严防 这个是一个严防 这个是一个 喂 他真的没有钱 他就用少一点 那没有钱你也不能硬逼他用 是吧 但是 你反过来就是 把他说成为一个美德 这样 那就怪了 那就怪了 因为 你说 你省钱 这个真的必须跟大家说 毕竟大家身处在这个资本主义社会 虽然这个是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 喂 你作为一个在相者 喂 我们作为中国传统 或者我们家庭文理教育小朋友 各样东西 喂 捷径 当然是一个美德 政府不能够这样去 不能够这样去主张的 喂 你知不知道为什么 到处都有 一些 公职金 养老金 这些计划 这些计划就是 就是政府帮你储钱 政府帮你储钱 其中的原因是什么 政府帮你储钱 不是说怕你不储钱 政府帮你储钱 最主要的原因是 不能想你储钱 最理想的状况就是 政府帮你储钱 养老 然后 你因为有一个强制性 储了钱 那于是乎 你就不记得了自己需要储钱 那于是乎你就不储钱 于是乎你就越稳越洗越清 这个就是对资本主义社会来说最好的状况 但是问题就是 当然你不可以开口牌地说 你不能够就是鼓励大家做越光族 你那天不是这样的 但是 又未至于就是说 你们现在 专门买二手衣服 那就好了 没什么好 专门买二手衣服有什么好 专门买二手衣服 专门买二手衣服很困难 大哥 很难让社会有盈利有前进有就业有创造 这个我觉得就是 对比起之前 对比之前你说 穷奢极欲 因为它暴发 好了 它作为一个暴发户 当然它有一个钟摆 它有一个暴发 然后什么东西都买 看到贵东西就买了 之前那个状况是 暴发户 暴发户 好了 现在的状况就是 没钱买 没钱买 唯有穷有 唯有穷有 但是你看 香港 作为香港这个地方 他 其实他不是不想洗的嘛 他也想洗的嘛 你开关之后他也想玩的 心里面都有一个 都有一个耍换的渴望 他也想去 他也想去消费 但是就 比如你看网购 你就知道 你看网络直播 你就知道 他很想买的东西 但他专买的便宜 价钱而已 不然怎么会专买的唇膏 眉筆 那些东西 喂 这个呢 这个就是 以前就是乱勾的 不懂得洗 现在就没钱洗 但是呢 现在没钱洗 是不是代表他们真的做到 深度游呢 以香港为例 或者他是不是深度消费呢 或者是不是一个 叫做 很有质素的消费呢 我们现在看到 我们就知道 他其实 在整个消费文化的建立上面 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 他有钱了就不懂得洗 没钱了就不懂得洗 没钱了就不懂得洗 好了 你看 香港的状况 或者我们比较熟悉的 就是香港的状况 香港不是很多大陆人 这段时间开关后 就是下来狂游的 你看到一件事就是 无论他们是以前 他有钱 下来买爆 有钱来买爆 譬如有很多 不懂东西的 疯狂购买的 以前 譬如以前会买 以前 水货客那个年代 他们会买爆什么 我都不忍耐 除了奶粉 和 厕纸 奶粉 厕纸 Panador 之外 还有什么是很无厉头 让他们 疯狂买爆的 金沙 巧克力 还是什么 当然 名牌那些买很多 乱乱 买房子 香港人最开心的是大陆人拿着现金来买房子 乱扫单位 买名牌 有很多东西都是莫名其妙地被他们买贵了 例如日本威士忌 日本威士忌莫名其妙地被他们买贵了 还有什么莫名其妙被他们买贵了 亿力多 我都不记得了 亿力多又被他们掃贵了 津庄茶又被他们掃贵了 他们是乱买的 曲奇 南冠曲奇那时候 乱买的 我也不知道什么 乱买的 不懂得买 找些东西买 然后有些东西是尝粗买贵了 尝粗炒起了红酒 尝粗乱买的艺术品 然后有些莫名其妙的艺术品被他们捧红了 然后就乱买威士忌 乱买到 买到响绝版 好了 接着 现在 这个是以前有钱的极端状况 有钱的极端状况 你看到他们不懂得钱 这班人 真的不懂 好了 去到现在 窮友 窮友 最近这一年开关复尝 出现什么状况 买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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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菲林傻瓜机 买爆菲林傻瓜机 最近的事 开始转向 不是响 不是红酒 不是棍戒艺术品 但是又要尝粗 找些东西买 叫做稍微有钱些买的 买爆 买爆 那些傻瓜机 买爆鸭疗街 然后 有一段时间 买爆iPhone4 不知道买爆iPhone4还是买爆iPhone5 狂买的旧 旧iphone 就是这样 那 好了 你买爆了响 买到响绝版 又或者买到一些红酒 买到红酒的价格 乱急狂升 你觉得乱急不来 好了 现在反向消费 深度购买 那你狂买iPhone4 狂买iPhone4 这些清不上的深度消费 疯狂买iPhone4 疯狂买iPhone4、iPhone5 这些算是什么东西的深度消费 狂买傻瓜机 这些算是什么东西的深度消费 你看得出来 其实是不懂的 其实是不懂的 那个所谓的 就是无论他是 好了 不算买东西 你说那些深度游 下来香港深度游 下来香港深度游 又不是找些 又不是找到些什么香港的历史 的古迹去 又不是找到些 什么 一些地区隐物小店 那些 他们又不是找到这些东西 他们只不过是买个 麦当劳的袋子 在麦当劳打卡而已 这个就是他们深度游的方法 他们深度游的方法 基本上是要自己 尽量想出来 那些 除了是 除了去 拿麦当劳 去麦当劳 买 打卡 接着就是去海边 去扮李嘉诚拍照 那些 那些 就是 你看得出他们也很开心的 这些东西都是民间 你喜欢发掘出来 就发掘出来 怎样都可以 但是 证明就是一件事 就是 无论是 无论是穷的 无论是有钱的时候 你又不懂得花 穷的时候 你又不懂得花 其实根本就是 其实根本就是 无论 怎样都好 由头到尾 两个钟摆极端 由最富裕暴发户的时间 到泡沫爆破之间 遥来遥去 消费文化都没有建立出来 那个品味文化都没有建立出来 所以这个就是 我之前一直说 就是说 香港 你不要搞什么东西 搞什么 苗街夜 纷纷那些 在燃大达那些 你香港现在其实有一个任务 你其实 你是有一个 你是有一个责任 就是告诉别人 你在整个中国里面 你在整个大湾区里面 你是品味的最前端 来的嘛 你是品味的先驱者 你无论是 什么价钱 什么价格都好 你有一个责任 就是 那些人来到这个地方 来到香港这个地方 你不要跟我说 什么东西 深度消费 不要跟我说 什么反向消费 这里的东西 是会贵的 是会贵一点的 你教育它贵在哪里 你教育它 品牌是应该怎么做的 你教育它的名牌是要怎么穿的 怎么配襯的 你要去买这个 艺术品 其实你要买中下架艺术品 或者是一些消费类别的艺术品 其实也有的 其实是有这些艺术品的嘛 譬如你 有些 你不一定 你不一定 你一来就去 一来就去投标 你不需要 你不需要一来就去 买一幅照无极回去 大哥 你可以由 Designer Chair 开始入手的嘛 你可以由限量家具 入手 你不用一来就 你最后一来就照无极 你最后 不是这样玩的 那个游戏 你告诉他 你十万的价位 可以买 不要每次都上千万 上百万 十万的价位是玩什么的 三万的价位是玩什么的 D神的玩法是怎样的 譬如 你有很多精致的产品 香港还是有的 你无论是家具 这个这样的 古董 还有名标 还有就是 跟着之后就是 好了 就是高价的消费 酒 香港有很多酒 香港因为 香港因为得座于唐英年 香港的酒税是其低的 香港有大量的酒 香港的酒 香港有大量的美酒 名酒 世界各地 好了 这些 这些东西 你要去发展 就是发展这些东西 你不要这个时候 就是当你 好了 现在你看到 中国的状况是这样的 中国的消费市场是这样的 你要肩负起一个什么责任呢 就是 你要去走向一个方向 这个也是 跟国家提供一个方向 就是说 不一定是这样的 不一定是在奢华佛跳 一跳就跳去买二手三的 不用这样 中摆这样摇过去的 你中间有其他东西的 就是 整个社会是由中产品味建立出来的 最主要是 那中产品味到底是什么呢 那香港人 现在认识还是不认识 那些东西 你总有些人认识的 你给钱他们去做 他们就会做到的 你政府给钱 你反正都有budget 拿出来用的 你给钱到这些地方 你给钱到这些地方 你给钱到这些这样的 你 就是你与其 你与其去 政府 譬如好像政府搞活动那些 我说了很多次 那些活动 你政府又搞了 那些狗不认识 又找个什么局去搞 又找个什么局长 配搭那个什么区 那些 不认识是这样搞 你批个地 批个时间出来 给那些品牌搞 你要不就给那些brand搞 要不就给那些赌场搞 你要不就给那些酒商搞 如果你烟草商 觉得太extreme 那些这样 你给那些brand去搞 他还有这些财团在那里 你交给那些财团去搞 那些财团就自然会做的 你交给那些品牌去搞 那些品牌就自然会做的 那些品牌还在那里 你拨个时段 拨个地方 拨一个 event给他 那就可以了 那就可以了 那然后你的责任是什么 你的责任就是 选择这些brand出来 选择这些品牌出来 whatever它是酒的品牌 名牌的品牌 又或者是 你不一定是外国品牌的 其实你譬如 譬如 譬如 譬如你很明显 譬如茅台搞咖啡是成功的 你看到它成功 譬如茅台搞咖啡 就是一个中价市场的转型 茅台是其中一个给大陆人喝到贵了 炒到天价这么贵 好了 茅台 茅台去到这么贵的时候 那它下去的中价市场 它就开始搞茅台巧克力 茅台辣椰 而茅台辣椰是得了 那就证明 譬如 你看到这些公司是懂得搞的 你看到哪些公司是懂得搞的 你看到这些公司是懂得搞的 你就交给它搞 你就交给它做 那你 还有 不是所有品牌都摸了街 不是全部都是恆大 不是全部都 不是全部都含家产 就算说大陆那些 就算说大陆那样 那你 譬如 有些是逆史的 刚才说茅台 华为就是逆史的 华为就是逆史上 接着还有哪些是逆史上的 还有那些 李宁那些 李宁现在是什么状况 我也不知道 很久没有研究 而香港也是有的 香港也是有的 香港也是有这样的 集团 财团 你交给它 你不要搞它 你不要密局插手 那它自然就会搞到 但是最重要 你知道方向是什么 方向不是和它比较便宜 也不是去参与 他们那些 现在官方说的那些 中国日报之所以 会做文章 赞扬这些反向消费 可能就是 不想 难道出一篇文章说 你这篇文章说 穷得悲哀 年轻悲惨世代 难道他出一篇文章 唯有就是 就是把窦的状况 说成为理性 就是有些遮丑的状容 好了 你无必要揭穿它 虽然我今天揭穿了 但是 你做官的 你做政府的 你无必要 你做地方政府的 你无必要揭穿它 但是你可以想办法配合 以及想办法导引导证 而去到最后 社会当然越奢华就越好 问题就是你怎么让它 你毕竟是资本主义社会 资本主义社会 就是主张窮车极欲 疯狂消费的 问题就是 你怎么去 你怎么去令到那样东西 怎么令到那样东西 就是夹得它 叫做 decent 有品味 以及 elegant 而已 就是包装的问题 有听众做手术 太太 先看看 要神社拜拜 是什么 耳机的麦克服 可以掃到健康 那我不动了 我先看看 有位听众就说 这个小货为敬 那 那 有一百元说老婆明天要做 切除老 膜柳手术 哇 老膜柳 OK 就叫我去神社拜拜 希望手术顺利 是 希望平安顺利 我一会就帮你去神社拜拜 OK 平安不用担心 平安健康顺利 大家都健康 好 这一节到这里 我们先看一看 稍后再继续 看完节目 记得like comment 和share我们的channel 收看最强频道 订阅热血时报 那么是没办法 好 好 愿 看完 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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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